一人贾永杰把募集到的救命神器 送到各大医院 包括台大 容总和亚东医院都已经收到了 在短时间内贾永杰募到了超过300台 高流量氧气鼻导管全配系统 其中富邦集团董事长蔡明忠 第一时间就认捐了110台 这台机器之所以被称为救命神器 除了是它可以提供病人氧气支持之外 对医护人员的危险性也会稍微低一些 因为它可以比较减少飞沫传染的风险 这台机器它到底为什么是救命神器 就是好像真的很多医院都在呼喊这台机器 因为我们氧气的支持有很多种 那这一种算是目前就是飞侵入性的氧气支持 最应该讲最高阶也是最高流量的 所以一般接近要呼吸衰竭 然后要插管的病人是非常好用 这样子高流量的氧气鼻管 那它其实带的也比较是 我也说怎么照着颜色会非常难过 贾勇杰也分享了这台救命神器 一般从订购到交货要三个星期以上 但这次他们只花了三天就办到了 总统蔡英文除了在脸书上表达最深的感谢 也提到指挥中心先前已经采购500台 有200台已经到货 会用最快的速度提供给医院 政府民间合力防疫 希望能尽快把救命神器送到第一线